在开始第三评之前 我想我还是想把这个 这个是法处法位 事件向常驻这句话呢 再做一次整理跟 跟完整的一点点 做这样的解释 就是我们上礼拜也讲 其实是出现在 上上礼拜的课堂的 好 那 那首先是法处法位 其实意思不是说谁 不是说谁 谁应该怎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爸爸像爸爸老师像老师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现象 都有他自己本身的位置 范围跟特性 也就是个别差异 每一个存在 都有他自己的本质 那事件就是这个样子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那事件就是这个样子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 他自己本身的特质 那所以西方的科学家 一直在这么一两百年当中 他一直在想要找寻的是什么 他想找寻这个 这个是法处法位的 这个每一个独特 独一无二的存在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有没有一些共同特性 所以他一直在找那个统一的那个特性 这是背后有没有一个道理 可以可以一以贯之 就可以解释这所有的现象 好那 这边在讲的法 我们再次强调是一切物质和现象都是法 好那法当中有全体的法跟差别的法 但是差别的法并没有离开全体的法 每一个个别差异就组成了一个全体 那每一个法各有各的范围跟特性 而且一切法也都有其共同性 所以一直在这样子的 我们每一次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常常去练习这件事情 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的特性 但是也有其共同性 那么才会在和谐 这个彼此之间才会在你跟我的不同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统一的和谐性 好那所以和谐性并不是说 我要把你变成我 或是我变成你 而是我们之间呢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好那如果我不是这样想的 那这世界就乱 好就说我认为你这样子是不对的 所以你要像我这样 或者是说我认为我想要跟你一样 好因为我很崇拜你 所以我想要跟你一样 其实这都不完全对 好我们有学习的对象 我们有喜欢的方式 但我们也要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个性特质 好那因为我们了解自己的个性特质 所以这就是法术法位嘛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世间的样貌 好那就是我 我不能够抹灭每一个个别差异 包括我自己 好但是呢 我在这个每一个个别差异当中 去找寻共同的和谐性 好那世间向常数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场合 每一个现象或物质 那么它都在变化 好所以 所以呢不是实法 我们讲这个实法就是说 没有一个东西呢 它是固定的 它是固定的 然后就说我们当然知道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常常会讲说 哎呀 我就是狮子座的 我就是狮子座 我们用一个方法假设 假设这个 这个星座的推论个性 很准确的话 那也不过是 利用这样子的方法 来更了解自己 或是做初步的了解对方 但是要请记得 那不是说我是狮子座的人 我就一定是这样 而且我永远都是这样 只是说 狮子座的人 可能有这样子的特性 那我了解就好 好那因为这样子的特性 可能会让我在学习 或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我必须要注意到 我的直觉反 我的习气会带着我 走向什么样的地方 好或者是说 我们不要讲 不要讲这个学型了 那我比较 我常常会讲到说 那我以前是当老师的 好当老师的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 因为你就是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跟跟大家在讲话 我讲我说了算 好我说了算 好所以当老师的人 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好就是很会发号施令嘛 好就我说了算 好那这是我的特质 可是我不能拿这个特质 来作为我所有行为的借口 对不对 因为很多时候 我不可以说是我说了算 是不是 那那因为我了解 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个别差异 我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 那所以我就要提醒我自己说 当我碰到事情的时候 我要暂缓一下 我因为我了解 我有这样子的特性 好我有这样的特性 可能我的 这个发号施令的这种特质 那我如果很清楚知道 那或者说我们有某一个朋友 他永远都是没有意见的 好他永远不讲他的意见 好那但是他心中有很多意见 那如果我了解他这样的特质 我请我就说我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 你了解他有这样的特质 你不要第一个动作说 哎你这样不好 你要改啊 以后你有什么意见 你要讲 他就是不死 不习惯 第一次就把的意见讲出来 这样的吗 好那你就要怎么改呢 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们讲 是法术法位 我们就运用在这上面 因为你了解他 因为你认识他很多年 你了解他 好那所以当你在问说 哎等下我们下礼拜相约 我们要去吃吃饭一起聚餐 啊你想吃什么 他会说都好 他又都都说都好 那因为你很了解他 他这个都好 不一定都好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要用什么方法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跟他相处 因为你知道说 他讲的都好之后 当你们决定之后呢 他可能也觉得那不好 对不对 好那所以你有心里 有心里一个一个准备 你也不要去 不要特别一直去骂他 因为骂没有用嘛 对不对 好所以你们就 你们就商量 商量商量到最后说 哎那我们决定了哦 好那你有没有意见 那这时候他有意见的时候 你就你就心里想 就是哎果然是有意见 好那我们就不要 我们就不会太太生气 讲说 哎那很奇怪 刚刚问你就不讲 对不对 那么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知道他第一次 你知道他第一次一定不会讲 所以你要留给他第二次问的事情 那你说老师那这样 我不是很累吗 慈悲心 慈悲心 对不对 所以说因为了解 因为了解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 所以你要让这个团体是和谐的 你要你希望这一次的 你所策划的 或说你在主持的这个东西 他是开心的 那 那你就 那你就会去想一些方法 那当你想方设法的时候 你如果会觉得说 那我这么委屈 为什么要去讨好他 那你要回过来看说 你在委屈什么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觉得委屈呢 哦 哦 原来你为什么会觉得委屈 是因为你希望我说了算 对不对 我不喜欢我的决定 被人家后来又在那里 说三道四的 哦 所以 我有这样子的特质 对不对 所以 好 回来看 佛教给我们的 的力量 跟给我们的方向 是这样的 好 没有要断了这些 有情 亲情 爱情 没有要断这个情 因为我们就是有情众生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 我们自己的个性 我们所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 好 是法助法位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特质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那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说这句话 我张罗这件事情的 我的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我原来的出发心是什么 这要我还要很清楚的 好 那 那你说老师 我无所谓啊 因为高中同学聚会 吃不吃饭 吃不吃饭 无所谓啊 那你真的无所谓吗 如果你真的无所谓 你就不会觉得说 那么这些人 有那么多意见 好烦吗 你一定是有所谓 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的 因为佛陀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在跟他的学生讲说 你要度众生 要度众生 你要度众生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了解众生 对不对 那我们在听这个 这堂课的时候 我讲的这堂课不是说你们来听我上课 我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在旁听 这个灵灸山上这堂课的时候 那我们还我们还也不知道 我们以后可不可以去当当那个度众生的那个 但是我们在听到佛陀跟他的学生说 以后你要如何了解众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偷偷的也学会了了解众生 你要至少了解自己 了解你身边的人 好这个是读法法华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之一 以上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你平常听到的共业跟别业 好像我们大家我们是一个群体 你的个别差异 他的个别差异 所有上千上万的人的个别差异 或者他背后之前所有造下来的业 我们共同承担这个共业 但是共同共业当中会有别业 对不对 虽然大家的命运是一个共同体 可是我们有各自不同的个别差异 就是你常听到这些话语 他其实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来 wrap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